日常小事 我要看哪裡 我要看 我要看鏡頭 這個話題 這真的可以播 那天我辦公室很有趣 如果你已經遲到的話 你可以慢慢來 還是就是 慢慢跑的 當然是慢慢來啊 都已經遲到了 因為我之前上班的公司 有一間是一個 一分鐘防火牌 所以我就用跑的 應該是 就算了 安全利益嘛對不對 我會飛奔 因為我本身是護理師 是沒有辦法停累的 譬如像說要開會啊 或是要跟一些廠商見面的話 那我應該就會用飛奔的 我應該會飛奔吧 因為 可能大樓比較高 我已經爬到12人 衝到公司 應該說 因為我已經是主管職了 就是要做個榜樣吧 快走吧 奔跑不起來 不會 補妝算嗎 會 因為如果要畫眼線的話 太難了 我沒有辦法 我還沒有那麼厲害 補妝的話會 可是化妝的話 應該不太會 不會 要畫好中 還能出門 畢竟是女生吧 會啊 會啊 這是 Always很好的話題 不會耶 但是可能會用Skype 就是敲同事說 老闆換性髮性 應該不會吧 可能記在心裡 老闆今天換造型這樣 可能會跟同事討論一下 會啊 一定要的嘛 這是禮貌嘛 這個 會聊天嗎 聊天 倒不 不至於會聊天啦 就是 也沒有話題嘛 會點頭微笑 就 不會聊天 聊天有點尷尬 當然趕快上 趕快去 不會 要聊什麼 就說 欸你剛剛尿得還好嗎 這樣 會在公司打扁嗎 不會啊 而且我馬桶還沖不下去 會 因為它就是一個獨立的空間 外面是我們的更衣間 然後那邊就是我們的廁所這樣子 會啊 會啊 因為其實不得不說 我們公司其實廁所穿蠻乾淨的 撐到晚上還蠻恐怖的 有一些可能真的受不了 就是聽說是用蹲的 就踩在馬桶蓋上 我以為女生都會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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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較怕就是弄 如果留了那個痕跡 還要自己把它清掉 就是需要就要大 我很順暢 我好險我們公司是 免治馬桶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是個人的小空間 就頂多 因為外面沒有人嘛 就打開廁所 我們趕快去外面 衝去外面拿 然後再爬來 馬上是該平球同事 不然要找誰幫忙 衝出來拿 沒有因為我們是倉庫的關係 所以 倉庫不會有站人 就 沒關係我們就休息嘛 我們有帶耳麥的話 可以呼叫別人來救你 對 對啊 這樣就可以更多人來救你啊 我會 而且我還會就是集結大家 然後讓大家一起參與 如果有上班的話 會買個蛋糕 通常大家都會 就是會有一個人主動發問說 要不要辦做管器的生 對不對 如果說是交情很好的話 就是本來就有私交的話 那如果說不是很好 可能就是 跟著大家一起進入生活 如果還是剛進去這間公司的話 就是會等大家走 但如果就是已經工作一段時間了 基本上就會自己說 欸我們先走了 拜拜 應該會做著做自己的事情 我發現一個人走多尷尬 大家看著你 不會 因為我都做到很晚 就是做事就是比較慢 有時候會有壓力 不會可能會留一下子 對 聊個天再走 不行就是要駕大 準時要下班 大家可能看你們怎麼走 所以不這樣走 會這樣子 我們倒還好 但是我們 因為我們下班的時候 會先集合 可能講一些今天的事情 或什麼 然後大家一起下班 我不能走啊 因為我是負了所有 我要怎麼走啦 我會聊天聊一下下 大部分大家都家庭為重 所以都 蠻早會回去的 看情況吧 如果聊得正 如果就是正好有聊到什麼東西 可能會留下來 好像還是會耶 但是就必須可能要打完卡 然後不要影響到其他夥伴 會啊 會 玩一些飛鏢啊 好愉快的公司喔 你們都是好歡樂喔 玩飛鏢讀一些飲料 隔天做飲料喝了 有什麼問題想問嗎 他要什麼問題想問嗎 這個 哥